有我在 我就是你的力量 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透過玩樂劍爽的現場轉播 一同欣賞112選領度 UBA大專籃球聯賽 今天是3月22號的禮拜五 我們在台北小巨蛋 一同來欣賞到的是 一般女子組的冠軍戰 由政治大學來出戰到台中科大 政治大學的先發五人名單 5號的莊永廷 10號的陳文玉 保險 17號的陳知晴 7號的吳柔錦 以及12號的林立廷 來擔任到先發 那在台中科大這邊 背號6號的蔣宜君 7號的徐永竹 12號的林姿穎 15號的王邦馨 以及22號的江沛馨 這是兩隊的先發五人名單 每一年你會收到什麼樣的球員 其實你都是沒有辦法支持 這個賽季 這一次的失誤產生 前面直接上完打板金球 張宜君 達到了分數 所以現在呢 到他們大勢這一點 當然他們也是很希望能夠在小軍 但再次分後 在籃底下的金球 背號12號的林立廷 來自蘇爾的 站在台中科大這邊 對手的一個得分 相對來講低得非常好 沒錯 對 就是古人大學只有22分 這已經是到了全國決賽的一部分 那被超級之後快攻得手 而且7比2比 在對上任何的對手都能夠非常有效的 製造對方的失誤 這邊又有一個反快攻的機會了 對 馬上再度的得手是徐永竹 不過 只要有組織性的話 這個失誤會一直一直的出現 又是江佩馨再拿下兩 訓練 那每一週的訓練時間 也不可能會太長 所以對於可能在基本動作上 還是判斷上面 都需要時間來的一機會 這個失誤的狀況還是一樣 好 壓進來 飛框的單打 插段球有了 這時候真的下週 踩進來之後的中距離出手沒有 藍底下這邊有人補了 好 在籃底下 那場比賽單場的是 十五分十一籃板雙十表現 四個球 籃底下是林才十六 前面直接來打快 又給到雄竹 中距離的出手 在 都說到了 在湖頂這附近的一個位置 只要在三分之外的一個十五 手就會上升腰順速 那林毅涵這邊 相當出色的一個切入上籃 對 大家其實在做動作的時候 真的可以放開手腳 盡量的去做 因為現在政大的 這些球員呢 看起來是比較緊張一點 像所有的進攻發動 其實都是有層次請這邊來啟動 對 三分到現在 到下面 對 沒錯 其實整個基本動作上面呢 中科大同學真的都比較紮實了 對 射手 中科 這個小腳直接拔起來 射手 給到中間 王芳欣的好球 來中科呢 他們在整體上面站立 真的非常完整 而且穿著的路徑都被 打這個HIGHLO的配合 在王芳欣這個點上面 放球也都是非常穩定 中距離的跳投折手 中科這邊反而是有分下禮拜 對 但再度招到抄疾之後 前面就直接拿到分數了 先竹手 是個麵包 還有麵包 喬穿過來就是傳到對方的手上 對 中學位真的是 柯大 喬光柯大 朝陽柯大 還有領東 這些人都是中部的學校 哎呀 腳被勾了一下 才能上一個沒有想 對 可惜 那現在 多大少的一個狀態 給到中間來好球 真的是不愧是一起搭配了四年喔 這個默契 熊竹直接單帶下來拋頭去 我真的不能夠傳這麼長的球線 因為中科的這樣的壓迫防守 其實他們都是有射陷阱的 對 在籃底下的進攻籃板 再拿下兩分 回頭過來就是一個三大一 熊竹再拿下兩分 一個可以跳出來幫忙的 帶球的這個人 因為現在都是集中在陳之勤的手上 那林以涵個人的一個突破 或者是鎮大 女藍的一些學姐加油團 是都有到現場來支持大家 所以我覺得 的位置都還是被台中科大所掌握 對 沒錯 好球 下半場比賽 熊竹目前臉打四股 帶過來之後 好球 側面有一個空間 這一次的拋頭可惜 好球 好球 最後還是順利的拿進去 能夠靠著傳球帶過半場 那對於台中科大這一邊 傳到另外一邊王芳心 這一次的上籃差一點點 籃底下運球之後 將以均勻的出手 還是穩穩拿進 好球 稍作橫移的拋頭出手 基本動作真的是太遠的一些 想要砸在對方身上 但換到了是林采軒的上籃得分 身高的一個優勢 加上經驗上面的優勢 所以是在選擇 外線的三分球出開張了 許永竹 接下來就是看他們的得分 對 在籃底下應急 這一個時候美晉自己拿到進攻籃板球 再要到單位技術 這球打也非常的強勢 如如錦浩 加他的一個防守 蓋下來 第二個主攻 快要突破了第一個防線 現在過半場 再一個乾淨的主攻 但底下轉過來之後再一個 再一個 回到另外一邊 這個中距離 還是被江沛欣給投進了 勾了一下之後交給隊友 上來的出球 沒進在籃底下 最後這個球掉進去 江沛欣拿下了 就第一時間有中距離投籃的機會 轉過來之後最後就是打板進球 林奕雲 慢慢的一點一滴的就是 找回自己在球場上的那種 節奏跟信心 這大學在小組配合非常難得的這樣搭配 這大學在小組配合非常難得的這樣搭配 這大學在小組配合非常難得的這樣搭配喔 那回頭過來就做一次 有點少太大人傳球選擇自己拋出手沒用 好球喔 攻擊的能力在莊永廷這場比賽 剛剛的那一球呢 是終於展現出來喔 對 但是防守端真的必須 先進去 高調給到籃底下 無柔錦轉身之後 出手有 放心 籃底下一對一 這球吃掉對手了 放心 整體的 UBA時期呢 也是代表台灣師大 就是在三連霸時期 也是成員之一 李涵這球好球 徐涵外圍的三分球出手喔 出 突起來的冷箭啦 有 力道太大了一些 李涵拿到球之後自己個人突破 旁邊有隊友但是選擇自己的上籃 進 代步的一個炮頭擦板出手沒進 籃板球還是被中科給鞏固住 這球放籃好球的好球 第四節喔 看下來整體的一個狀況是明星三節 好像許多難 這個球是可以順利的拋了進去 李涵夜在交球籃底下 這球出手沒進 在籃底下再來 好球 好球 上籃過上氣的結束這樣子就是不好 而且其實喔 能夠達到冠軍賽 就下了一個精強 再回到了陳志勤 在左手邊那個放籃出手沒進 籃底下這個球再放 終於可以換氣了 然後再撥 撥回來之後 中距離的跳投嘗試還是投天 最後球還是救了回來呢 就在了政治大學的手上 最後時間結束 我們要恭喜台中科大 在112學年度 UVA大專籃球聯賽 一般女生組的一個賽事當中 以89比35 來擊敗了政治大學 收下了賽事當中的勝利 那這也是集110學年度之後 兩支隊伍再度的在冠軍上來交手 最後呢 依然是由中科 拿到了這一場的比賽勝利喔 對 其實這場比賽 不管結果如何 對於兩隊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也非常的以自己為榮 是可以設定的 就是為了 一些基本的決定 人們,你會做得到 這一個最強的選擇 那是公主的選擇 那是公主的選擇 做得到什麼 好? 這一場六個選擇